美国一代权王穆罕默德·阿里 上个星期五逝世 享年74岁 老一代中国人对阿里这个名字相当熟悉 在60年代的中国 阿里几乎是出现在 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党媒上 唯一的美国运动员的名字 阿里大量的批评种族歧视 以及反对越南战争的言论 使得他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时间里 美国金工小夏要为大家回顾一下 阿里生平一些重要的章节 欢迎小夏 谢谢 是的 我们注意到这个权王 他有一个穆斯林的名字 他本人也是姓伊斯兰教 能不能和我们说明一下这个背景 他本来不叫穆罕默德·阿里 他原来的名字叫克莱 他是出生在肯塔基州的 所以这个州有很长的奴隶制传统 他们家也是奴隶的后裔 但是1964年的时候 他就加入了黑人穆斯林 这个黑人穆斯林或者叫 英文叫Nation of Islam 就是穆斯林国家是个什么组织呢 这是黑人中相当激进的组织 因为他们认为黑人被白人 就是引导进入基督教 多数黑人都是基督徒 那么1964年正好是什么时候 是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 非常高涨的时候 而在这个时候 很多比较激进的黑人 对马丁路德金就不满意 因为他们同时在反对种族歧视的同时 他们也反对越南战争 那么所以这个黑人穆斯林 在作为黑人民权运动中激进的意义就兴起 那么克莱当时叫做 他已经成为这个世界冠军了 他就加入了黑人穆斯林 而且成为这个 把名字改成穆罕默德阿里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这个黑人穆斯林 还是黑人这个民权运动中激进的意义 目前的人数大概是在这个 三万到五万之间 是的 他这个也 一生也相当的传奇 那他在这个 刚刚你也提到 他在这个越战期间 他因为反对这个越南战争 而拒绝服兵役 那么对 为此他还被判了五年的刑期 不过他后来并没有进监牢 能不能说明一下为什么 对 当时阿里 阿里是生在1942年的 所以按照美国的兵役法 所有士林的男青年 都要去服兵役 所以阿里被抽签 就是他要去登记服兵役 那么当时他因为 他一路反对越南战争 他很著名的一句话 就是说在越南没有人管我叫黑鬼 在这里我遇到很多种族歧视 所以他拒绝服兵役 这是发生在1966、67年的事情 三次拒绝 这个拒绝完了之后 就是按照美国的法律 拒绝服兵役是要被判刑的 所以他就被送进这个法庭去审判 这个审判的结果 当时这个证据太明显了 当时整个陪审团只花了20多分钟时间 就他有罪 判了他五年徒刑 并且在判刑期间不许他参加拳击赛 不过他有三年之间他不能参加拳击赛 可是在这三年就是说 从1967年判刑一直到71年 就差不多四年时间 他的案子一直在上诉 他就没有进监狱 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后最高法院是以8比0的票数 就用一个技术上的细节 把他的案子踢了回去 就把他否定 把他的案子否掉了 所以阿里就一直没有进监狱 是的 阿里的一生 其实相当的传奇 不过也具有很大的争议 那么他是怎么样变成 美国人或是美国社会的偶像呢 能不能说明一下 这个非常有趣 这有几个因素 是首先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是美国人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变了 在越南战争进行的时候 大多数美国人 还是采取一个支持态度的 认为这是美国的义务 在世界上就反共产主义的一个义务 可是到后来 特别是到70年代以后 整个民族对越南战争的看法 就改变了这样的话呢 所以阿里在很多人心目中 成为这个抗拒 这个错误的战争的英雄 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知道阿里后来 原来是 他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 很爱说话什么等等等等 可是后来他1984年 他得了帕金森士证以后呢 他的脸部的表情就逐渐开始就 就是消失了应该说脸部表情 成为一个 那么很多美国人非常怀念 当初那个脸上表情非常活泼 非常能说话的运动员 所以大家也怀念他的过去 忘记了很多呢 他当时冒犯了不少美国人的言论 那么他作为一个 从下层奋斗上来 这么一个黑人青年 这个形象呢 也就得到美国人的首肯 所以他是后来就成为了美国的英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小夏 为我们在就有关这个 阿里的这个生品一生呢 来进行了介绍